有提到生死大事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是什么 到和我们的生命的关系 其实最根本的都是要解决那个生死大事的问题 那这几天的课程中 我个人更看到的是老师讲到的 就是生命的源头 以及到对我们生命的支撑 那我看到的就是我来自哪里 当下是什么在支撑我 但是对于死后去哪里 将去哪里 那个问题还是不清楚 在之前 以前春晚的时候有个小品 照本上一个小品上面就说 我们不想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我关注的是我怎么没的 所以对于那个死往何出去的问题 从这几天的当中来说 并不能让至少我来安心 就是我理解这个不安心 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因为对道的体会还不够深 不够震撼 没有来到对他有足够的信任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概念上的那个死亡 死亡的实相到底是什么 还不了解 所以还是来到那个会怕死 会怕到外界对这个肉体有伤害 所以还是不够安心 那我想请师父 开始的事就是怎么能够来到安心 我前几天看你 我以为你已经很安心了 一个人 如果不知道生命生从哪里来的话 他就不可能知道死往何处去 因为那是一个生命的源头 你还没有找 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生命的源头 那你怎么会找到生命的家 了悟生死大事 那是来到清楚了解 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生命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怎么来的 你就会知道 我当下 怎么跟生命的源头 融为一体 安心自在 不是等死后啊 是现在 当下 所以我讲说我们要 了悟生死大事 要了解生从哪里来 我用更白话来讲 我们怎么样 早日找到我们的天地父母 各位 你们都有生我们的这个父母亲 如果我们迷失迷途了 我们不知道家在哪里 跟家 跟父母亲 隔开了 小孩子 如果他找不到家 找不到父母 他就会 惶恐不安 是不是这样 这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 他内心 最深层的痛苦就是 心灵 找不到家 找不到 生命的源头 找不到 真正 生命的 诡异出 也就是 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要知道 这个肉体的生命 这个是 有形的 物质层次而已 我们的父母亲 这个就是属于 有形的 这个阶段性 但我们 生命 不是这样而已 我们真正的生命 你真正的 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心灵 如果 你的心灵 你找不到家 物质再怎么丰富 你都会 觉得 空虚不安 如果你找不到 真正生命的 那个家 老公 对你再怎么好 你还是会有 不安 还是会有 烦恼 所以 要知道 这个不是 见证 或是否定 你 你见证 或是否定 的问题 有的人他认为 我们这个生命 就是只有这个肉体 人没有灵魂 没有来生 这个死了 一死就白了 那是人处在 逞强的情况 你不了解 生命的实相 所以你外面逞强 但是当夜深人静 静下来的时候 你内心一定会惯恐不安的 会哭的 人的生命是物质跟精神心灵 灵魂组合而成 我们真正 我们真正生命 你如果没有找到心灵的家 生命的这个源头 你再怎么富有 物质条件再怎么充沛 再怎么多 你都会空虚不安 所以 最重要的是 我们当下 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清楚了解 我们的生命 是 怎么来的 你要清楚了解 了解之后 你才会找到 我们的天地父母 你才会找到家 有形世俗的家 我们可以周风避雨 而无形心灵的家 你也找到了 你才会真正的安心自在 如果你没有找到 无形心灵的家 你的心灵一样 会像是一个孤儿 流浪儿 找不到家的小孩子 惶恐不安 他会是这样 有些人他也许觉得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那个重要 那是因为他在沉沦 他在沉迷在 酒色柴气的世界里面 沉迷在物质的享受 但是到有一天 他一定会发现 内心心灵是很空虚的 找不到家的小孩 他会空虚 会惶恐 会不安 一身人静 午夜梦回 哇 他才会发现 再多的否定 再多的逞强 掩饰不了内心的空虚 不安 所以空海讲的是真话 是实相 我们越早了解 找到了 生死大事 生从哪里来 你才会真的安心自在 也就是说 你才会找到生命的根源 你没有找到这个生命的根源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福尔无根 那你福尔无根你就会不安 不安你就会向外抓取 如果一个人他否定这个生命根源的重要 他觉得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好 除非你能够来到 真的 没有任何的抓取 没有任何的主宰 没有任何的称心 不会去伤害任何人 你真的很安心自在 那你可以不去理会那些事 只要你还有贪心 称心 嫉妒心 只要你 内心还有那些惶恐 不安 午夜梦回 还有惶恐不安 还是老老实实 回来面对我们自己 你才会真的找到真正的安心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幸福 好 所以先好好的聊 生死大事 生命的源头 我们生命是 怎么形成 我们生命是靠什么在支撑 我们今天你们的课程里面 就有探讨吗 有没有 那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活着的时候 没有好好地去聊真理实相 没有好好聊生命实相 然后再厌恶这个生命 厌恶这个地球 然后设法要移民 贪荒世界 你这样真的会措施掉很多的生命 会浪费掉很多的生命 怎么样早日让我们聊真理实相 这才是最重要的课程 OK 明天 贵 也是 明天 我们 明天